像王毅他擔任過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 也算是因為是吃日派 所以恐怕是有大陸有這樣考揚 跟日本的關係 但是他又擔任過我們國台辦的主任 對兩岸的關係 我想在這幾年來也有很深刻的人事 我想請部長評估一下 你認為我們現在走國路外交 實際上我們的邦交國只有23個 外交部一直在努力 能夠加入一些國際性的組織 你認為當王毅主任回轉到 當外交部副部長 他對兩岸關係有這樣一個透徹的認識以後 他對於我們台灣未來在加入國際性組織 他是會採取一個比較開放性的 或者是限縮性的行為 負責對台的業務 在過去他曾經擔任過 這個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 在之前他擔任過他們亞洲司的司長 也擔任過他們駐日本的大使 所以長期以來他對亞洲的事務 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 我個人認為王毅在過去這幾年 在國裁辦主任期間 表現出來相當務實 相當彈性的一些做法 那我也希望說他能夠把這樣一個做法 能夠繼續的帶回到外交部 因為在整個國際的場域裡面 過去這幾年 我們當然在兩岸 兩岸之間的這個外交修平 事實上是有在做到 希望他能夠 他是朱日大使下來當國裁辦的主任 接著現在習近平上來 把這個王毅調去當外交部長 然後又把外交部的副部長 張義軍調到這個國裁辦當主任 今天不會是完全的偶然 不會是湊巧 我也不認為 純粹是為了解決日本的問題 日本的問題 所以我感覺這裡面 他有在思考怎麼處理台灣的問題 就台灣的問題 雖然他認為這是一個 不想讓他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問題 可是他大概也了解到 其實現在兩岸之間 正義爭執最大 就是在外交的問題方面 在國際空間的問題方面 我認為中共大概了解 這個事情沒有辦法再逃避 所以他要讓外交系統 是當國裁辦的主任 也讓國裁辦的主任 來當外交部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他們會積極處理 我覺得這個時候 外交部應該要更加的努力 去跟像美國 這些強國 要跟他們去聯絡 要聯繫 要告訴他們 兩岸關係改善 那中共顯然現在 做這個人事調整 就是要處理 我們的不激不激的問題 不可能更加的縮小 我們現在都已經受不了了 怎麼可能會容忍他在縮小呢 那顯然是要放寬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認為應該跟我們的好朋友們 那些幾個大國 應該有所聯繫 部長看法怎麼樣 完全贊成 事實上我們現在跟美國跟日本 其實還有跟東西的國家 跟歐盟的這個溝通聯繫 我想持續都在加強 那特別美國方面 對於我們的支持 可以說不以餘力 這個我想委員其實都很清楚 我想最主要是兩